在我的技巧8里面要教大家如何使用快速存取工具列 什么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一块 就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顾名思义就是把你常用的功能放在这个区块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它在底下给你了一些常用的功能 那目前打开来的是这三个 那你可以把你常用的功能打开 譬如说开新档案啦 开启旧档啦 还有这里的预览列印 这都是我们平常常用到的 那你都可以把它摆放在这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再点到底下里面的这个功能里面去找 你直接就在这块数存取工具列上面找到就好 那你有时候呢 会在这些功能区里面用一些常用的功能 那这些常用的功能你都要到每一个标签底下去找 很麻烦 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点选到这个画面里面 把这个功能加到这边来 怎么加 直接点选它按右键 直接点选第一个选项 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加进来了 这是你可以在这个功能区里面加进来的功能 那因为有一些功能 它本身是隐藏起来的 而没有让你在这画面里面看到 那你怎么样再把它加进来到这边来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里有个叫做其他命令 透过这其他命令里面 你可以从这个这里的选项 你可以去找你想要的命令 那比如说我们常想要找到的命令是 比如说我针对这里有一些工具啦 那比如说我想要的是图片工具里面的功能 那你就把图片工具里面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你若觉得说 我想要找到的一个功能叫做裁剪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怎么样 放到你的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上 或者是以前有看到的功能 可是在这个画面里面看不到的 你也可以直接找在这个画面里面找 那你这时候呢 你可以利用这里面的哪一个功能来去操作它 那你就可以利用到上面 这里有一个叫做所有命令 那在这所有命令里面就把你的整个word里面的功能 整个都摆放在这 那你有可能以前在2003使用的啊 到这个画面里面来怎么都没有 那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找看 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下 看以前有一些功能是以前有的 但是到这个版本的时候 他就把它隐藏起来了 那他把它摆放在在哪里 我们来找一个 好 比如说我们找到这里有个叫 自动图文集 可能以前有用过 那你可能常常要用 那你也可以把它新增进来 好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在这画面里面 随时可以利用这里的上移跟下移 把你想要的这个功能 放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好 那你这时候按确定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摆放在上面了 那它除了可以让你摆放在上面之外 你也可以摆放在下面 好 那你比如说常用的功能 都已经在这里了 这里的功能都可以不用看到了 所以你画这里的叫最小花功能区 那你随时想要点进来 你都可以从这画面里面点 那你想要再让它在上面 你点两下 自然而来它就会在上面了 好 这就是一个快速存取工具列的 一个使用方式 这就是一个快速存取工具 那就是一个快速存取工具 那就是一个快速存取工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